拿著聖火火炬 掛著笑容 自信奔跑 他是15歲的唐智骨根大 看起來和一般人沒什麼不一樣 其實有一段特別經歷 5歲時他被診斷 有骨頭方面的疾病 不能正常走路 得靠輪椅代步 經過長達10年的復健 現在他不只能走 還能跑 甚至擔任聖火跑者 他說這一切都要感謝 默默在背後支持的家人 接下來這位跟著復健師 一起慢慢奔跑的是 62歲的山本潤二 三年前他突然腦中風 左半身全部麻痹 失去工作也沒了人生目標 直到後來他決定 報名當聖火跑者 憑著想跑聖火的決心 他拿著寶特瓶 棍子 開始每天復健練習 多年的訓練只為跑完這200公尺 短短三分鐘的聖火傳遞 順利完成讓他相當感動 同樣勵志的還有這一位 2005年在JR福之山縣脫軌事故中 不幸造成頸部骨折 四肢麻痹的鋼琦艾子 原本雙手失去握力的他 扣著不放棄的毅力復健練習 現在是一位優秀的射箭豪手 這回不僅擔任聖火跑者 他也獲得帕奧參賽門票 儘管大阪的聖火傳遞活動 閉門舉行 但相信跑者勇敢的力量 也能透過小小聖火傳遞下去 敦水江一清另外一部報導